歌林多前書第七章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 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但要免淫亂的事 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當用合兒之份代妻子 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沒有權並主張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沒有權並主張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規附 除非兩雙情願暫時分房 為要專心討告方可 以後仍要同房 免得 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 引誘你們 我說這話 原是准你們的 不是命你們的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 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那樣 我對著沒有嫁趣的和寡婦說 若他們常像我就好 可若自己禁止不住 就可以嫁趣 與其肉火攻心 倒不如嫁趣為妙 至於那已經嫁趣的 我吩咐他們 其實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說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若是離開了 不可再嫁 或是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離開妻子 我對其餘的人說 不是主說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離開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離開妻子 因為不信的丈夫 就因著妻子成了聖結 並且不信的妻子 就因著丈夫成了聖結 丈夫原文作弟兄 不然 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 但如今他們是聖結的了 方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 就由他離去罷 無論是弟兄是姐妹 遇著這樣的事 都不必拘束 神照我們原事要我們和睦 你這作妻子的 怎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這作丈夫的 怎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 和神所照各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 有人已受國禮蒙照呢? 就不要廢國禮 有人未受國禮蒙照呢? 就不要受國禮 受國禮算不得什麽 不受國禮也算不得什麽 有其憂慮 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 因為作奴僕蒙照於主的 就是主所釋放的人 作自由之人蒙照的 就是基督的奴僕 你們是重駕買來的 不要作人的奴僕 弟兄們 你們各人蒙照的時候是什麽身份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份 論到同身的人 我沒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連述 能作忠心的人 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 因現今的艱難 據我看來 人不如首素安常才好 你有妻子纏著呢? 就不要求脫離 你沒有妻子纏著呢? 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 並不是犯罪 處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 我卻願以你們免謝苦難 弟兄們 我對你們說 時候減少了 從此以後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沒有妻子 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 快樂的 要像不快樂 自買的 要像無有所得 用世物的 要像不用世物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了 我願你們 無所掛淚 沒有取妻的 是為主的事掛淚 想怎樣叫主喜悅 取了妻的 是為世上的事掛淚 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 沒有出嫁的 是為主的事掛淚 要身體靈魂 要身體靈魂都盛結 已經出嫁的 是為世上的事掛淚 想怎樣叫丈夫喜悅 我說這話 是為你們的益處 不是要勞弄你們 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 得以恩勤服侍主 沒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為自己代他的女兒不合宜 女兒也過了年歲 事又當行 他就可隨意辦理 不算有罪 叫二人成親就是了 倘若人心裡堅定 沒有不得已的事 並且由得自己作主 心裡又決定了留下女兒 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這樣看來 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 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著的時候 妻子是被約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隨意再嫁 只是要嫁者在主裡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見 若常首節更有福氣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